国民党荣誉主席女儿连战 这个林慧欣呢 她是转战的生机业担任的执行长 为了帮公司打广告呢 不太爱拍照的她 还是挑起了大梁 担任自家产品广告的代言人 而且她找来了林志玲 运用摄影师合作 林慧欣的穿着尺度呢 也大解放了 低胸洋装 俏丽上班族 通通有 来看看林慧欣的摆变造型 西装外套 合身的集集裙 换个角度 再来一张 标准的上班族女强人打扮 林慧欣转站生机公司的CEO 为了打进大陆市场 这回连执行长 可是首度超大梁 担任广告女主角 亮片外套 低腰紧身牛仔裤 走在路上逛街血拼 再拿着自家产品回眸一笑 走的是欲望城市的时尚风格 白色的超低胸小洋装 这会儿又变成了名媛贵妇 造型百变的连慧欣 宣传照片 找来林志玲 御用摄影师黄天仁合作 拍摄了一百多张 而且尺度大解放 一开始当然是比较紧张的 因为毕竟没有当过model 可是她很快进入状况 当时拍的时候 因为我们希望有那个 在路上走路的感觉 所以旁边有电风扇 然后她说 还蛮凉的 因为当天天气也不是非常好 这样子 她就叹了一口气说 那个孙芸真的很厉害 因为她看她常常拍很多的形象照 拍广告之类的 对 对 她说真的太累了 从名媛变成了广告明星 连慧欣当然不习惯 但就是靠着这几张照片 连慧欣成功攻下大陆版图 四月底即将和武汉的 中柏企业合作 光是签约金就有一亿人民币 紧接着又要扩点北京上海 而这回上海市长韩正来台湾 连慧欣也陪同父亲连战参加聚会打关西 原本不太爱美光灯的连小姐 现在化身广告女主角的连执行长 为了自己的生计事业 连慧欣大胆突破 深圳线出版陈一帆台北猜宝目的